稍早市大会陈建格市长提到的地方建设部分 在台东衡阳路路段拓宽工程部分 于本年度4月份开始动工 在今年已经动工 接下来的工程也即将要完工 对我们当地尤其是丰谷里丰龙里 那些人口稠密度的交通运输的对外 而在丰谷里里长庄新荣代理下记者也实际去 动工地区进行了解 对于此次工程可以顺利动工 的确也为在地里面的未来用路安全 以及更宽敞的道路可使用 以上新闻由郑慧如张玉成在台东的报导